每天早上都在互动 就是力学互动 那这个力学呢 是要符合太极拳 里面的那个 太极拳里面的什么 原理原则嘛 大概将近一百项 那我们互动当中我就顺便说 互动当中顺便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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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还不干净 空的时候你告诉我 空了 空了对不对 这叫说走 走走 要引进引进 要空对不对 我说我把你空了 你相信不相信 你相信吗 这哪里有空啊 你出不去 你不止去嘛 这个叫没有空 你出不去是因为 你觉得有 你不晓得再进去 如果真的空了 你连肚子都进不来 这个空了没有 你可以动步啊 没有啦 还是被误会了 有没有空 你还可以再进步 我现在跟你搞了空 看你怎么进步 到神了 你有没有办法进步 你进步但没有效 因为我又 又空一下 这个叫阴跟什么阳嘛 如果光是这样 那你挡在进步 转弯都可以啦 可是空的时候 你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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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怎么 羊还打 其实我也不打 但你就觉得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羊的意气 还有死 其实还轮不到什么 这样 小燕你可以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引进落空的时候 又要有一个 因为引进落空是属于阴柔方面 这一面 但中间有一个 这一面 我中间如果没有一个圆 就回不去的东西 最后它可以一直进步来嘛 你肚子也可以动 因为你会发现 最后还是达到 因为我有一个东西没有 通过这个圆 转回去 智慧有一个东西 它是觉得这边空了 如果不回去 它就一直 一直追着我打 对不对 追着我打 追着我打 因为我 我并没有还给你 所以这个概念很重要 引进落空要的和 急 就是自己出去了 或者我把它打出去 假如说你落空 你不动 那我要把你打出去 对不对 我刚刚搬不动 还有一个它是自己出去 这叫阴阳 阴在这阳在这 中间没转换 来 没有转换 那如果是圆满的东西 国式车轮 立如平准 哪有圆活之趣 对不对 我这边出不去 它会把我管住 我这边出不去 看这边 这个还敢问 我又转弯了 去不转弯 我如果在这 不转弯了 刚好驾到 它这样 那我稍微动一下 你看 因为我这样 它知道 可是我这样 肯定不是手动 一定是有一个 它摸不到的地方 在 摸不到的地方 再转换了 对不对 摸不到的地方 转换了 表示你这两点 摸到的 你没用 我还给你多摸了 只有一点都不让你摸了 只有我沾你 帮你弃头 弃头发 这个就是死打死了 再见 欢迎订阅 我会